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说 很多国人因为二十大以后 中共清零政策会放宽是想多了 现在看来不是想多了,是想的太多了 西藏拉萨封控超过了70天 而新疆乌鲁木齐封控了80多天 内蒙呼和浩特断断续续封控了近三个月 但是在中共的这种长期极端封控下 疫情不但没有止住,反而越来越厉害了 人们的生活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因为无法看病,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 无法出门,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被关在家中饿死病死的人非常的多 还有的人在长期封控下精神失常,成了精神病的 跳楼自杀的到处都有 中共二十大以后呢 甘肃和青海的风控级别只升不降 为什么会升级呢? 我们之前说了在二十大之前 那人民日报呢就开始给一尊清零大唱赞歌了 而一尊自己呢也把这个清零当成了一件非常令他自豪的事 尽管全世界都觉得这蠢到了家 但人家一尊在这条愚蠢无人性的路上走的那是很高昂啊 现在一尊连任,手下的人最喜欢的就是揣测胜意 既然日报已经放风了,一尊自己都自夸了 再不跟着清零的脚步 那岂不是要跟不上党妈引领的心意骨子阴风了吗? 所以尚有好者下必慎言 于是呢,清零不但更理直气壮了 而且更加没有底线了 二十大后呢,兰州当局是到处拉人隔离 西宁二十一日起再度封城 工作人员将新鲜蔬菜整车整车的销毁也不发给民众 迫使人们在网上求助 中共极端防疫清零政策实施以来啊 时常都有被封在家里的老人或小孩饿死的消息爆出 所以说呢,中共体制下有没有是一回事 给不给你是另一回事 没有最恶劣只有更恶劣 十月二十五日,据网络爆料图片显示 有二十余张简易床铺被间隔摆放在露天停车场上 民众仅有棉被矿泉水等少量生活物资 床上有人戴着口罩或坐或躺 这些照片在微信朋友圈广传 要知道啊,蓝州晚上的气温只有摄氏十度左右 已开始步入冬季了 这是让中国人既没有隐私也没有温度啊 当地官员安排居民在露天广场隔离的照片瞬间引发争议 结果这一曝光不要紧呢 谁能想到把床还给爆没了 网民物语灯发消息说 由于这张照片引起了渲染大波 领导们又把床给搬走了 空流需要隔离的人和行李 孤零零的在户外的停车位上 在瑟瑟的寒风中站着等 这不就是老人讲的把事做绝了吗 但据说呀,后来顶不住舆论压力 连夜把人拖到会展中心过夜 这说明兰州不是没有空地方啊 那领导是拿哪根脚趾头想的问题呢 把人放外边隔离 你说中共的官之间吧 要是比谁干的好呢 那都不咋行 你要说比蠢和没人性啊 那随便一拍脖子上那口锅呀 那马上黑心肠就有黑点子了 我们来看另一张广传的图片显示啊 在青海的省会西宁 多人被安排在公共厕所隔离 头顶着便池睡觉 当然了 这些人也可以选择用脚对着便池 但是你别管是哪边 你就在便池里 这画面真是让人极度不适啊 不知道他们吃饭怎么吃 老人有句话呀 叫人没有吃不了的苦 现在这已经不是吃苦了 再待两天可能就得吃那啥了 只要是封空 就一定有人饿肚子甚至饿死 买菜难 贵 无法送达等等问题 在各个曾经被封空的地区都发生过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当然了 政府解决不了 也压根不给解决 这种事也就更不新鲜了 新营此次封空啊 这些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首先由于突然封空 很多市民家庭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准备不充分 微信群组的信息啊 只能让你看了 赌心赌肺赌气管 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有人就称了 自己爷爷去世前 连顿饱饭都没吃上 更有清洁工人被封在公厕内 吃喝拉撒 厕所里解决 几十名工人被困 三天仅吃两包仿美面 政府不管 让自己交外卖 外卖送不到 有网友就称啊 西宁物价飞涨 厉害了 打码 对自己的人民就是嚎狠啊 近日呢 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 有人传出了一段让人无法直视的视频 一名疑似居住在17楼的男子 用自制绳索从窗口垂降时呢 不料刚离开窗户不远 绳索就发生断裂 男子因此坠楼身亡 场面令人惊心 连个数字都不能算呢 没准还是个反面教材 中共会说这是越狱的结果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事发于10月23日 郑州经开区市和社区 因为社区内发现了阳性确诊个案 被封控 电梯被停 楼门被封 以防止住户外出 这是怕外出吗 这是怕外逃啊 网络社区中有网友就猜测了 这名男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去尝试垂降下楼 有可能是家中缺乏储备 而基于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结果发生了意外 或者呢 就是被封控的精神崩溃了 因为中共极端的封控政策呢 使大陆民众与社区管理者大白等等 基层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呢 是越来越尖锐 已经发生过多起民众杀死大白的事件了 在此呢 我们也是奉劝大白啊 那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而且还不是一份光彩的工作 何必以命相陪呢 就在中共高喊了所谓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口号时呢 其政令的基层执行者呀 却忙着在各地拆台 几个下意识的举动 就把主子的谎言给戳穿了 将其内心的大使话呀 都被下边小忙人给捣捞出来了 比如近日发生的刁民事件 那根据陆媒新浪新闻报道啊 中国湖南长沙一名社区管理员 日前制作了一份表格 本来呢 想着给领导传过去 让领导觉得自己的用词啊 赏心悦目的啊 能给点奖金啥的 结果是个倒霉货呀 因为没安好心 而且太想邀功 忘乎所以的把表格传到了住户群组里 那住户们点开后发现 有不少人名字后边的备注里啊 被标着什么刁民的 什么群内负面言论的 还有什么各种不满喜欢投诉的等等 反正这下可好了啊 群里开锅了 成功引发了群里用户的一片声讨啊 还刁民 这刁民是啥呀 百度上对刁民的解释就是 对官员刁难 很难对付的一类百姓 这就是中共对所有 对自己执政提出质疑的百姓的统称 对此呢 该民管理员就解释说啊 刁民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而是离职的前管理者备注的 哎呀 这非常符合我党作风啊 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 都不要忘记往别人身上栽赃 但这个管理员看说话啊 基本没啥背景 尽管有些方面得我党真传 但是还不够狠了 看看人家乌鲁木齐 某街道的一位社区主任 在群里公开放出的狠话 那才是党妈要的人呢 这位手握鸡毛的主任 警告那些发一些不良信息负能量的居民要好自为之 谁再发呢 他就对谁不客气 撕下脸皮 给他们扣上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 将其弄到方舱去 你看看人家 即使身上只插着一根鸡毛 也要飞到天上去 看来呢 这个清零啊 还真不是为了清除病毒 而是要修理那些中共执政者眼里的刁民的 因此呢被拉到方舱的未必是阳性 可能主要是刁民 就好像中共的精神病院呢 关注的都不是精神病 而是维权者和良心犯 那精神病呢 都手握鸡毛号令天下呢 病毒来了没把中国人毒死 被中共封控在小区在家里 病死饿死 跳楼的中国人却已经是不计其数了 清零清的到底是什么 有国人调侃社会面清零 说把你们家的垃圾啊 全部扔到邻居家 你们家就实现了垃圾社会面清零了 说动态清零呢 就是隔天邻居把所有垃圾都丢回你们家 再隔天你又把所有垃圾都丢到邻居家 这样啊 你们两家的垃圾都是动态清零 说白了呀 中共对人民实行的清零政策 不就像丢垃圾一样吗 而人们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还能忍 厕所能忍 寒冷的外边能忍 吃不上饭能忍 家人死了还能忍 这让我想起看到的一个视频 河南某地街边呢 有一排透明的塑料大棚里啊 都挨个的关着被隔离的人 有网友就讽刺到啊 幸亏是人呢 猪的话早就跑光了 如果国人呢 都如此好管理的话 那离被中共拿来牺牲与陪葬 碾压于绞碎的一天 又会有多远呢 中共到底拿人民当什么呢 好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